歡迎回到1700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首先歡迎來賓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錢子好 大家好 有志 你還記得 前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嗎 我們今天提起這個人 可能觀眾朋友要想一下 他現在已經去職了 不過他在2016年 跟他的侄子蘇正清 現在已經被收押的 立委蘇正清一起到印尼去 當時其實被外交部的一份 機密文件被揭露出來說 他們兩個人是不是帶著 國營企業的某一些動作 或是相關人等到那邊去 謀求私利嗎 這件事你還記得吧 記得 而且因為日期搞錯了 然後還引起朝野的論戰 因為當初公布的資料是2017年 但是事實上那時候蘇嘉全 帶著大家去印尼 應該算是訪查吧 那應該是2016年 他那時候的身分 其實是很高的身分 是我們的立法院院長 對 蘇嘉全 蘇嘉全 然後他跟著立委 蘇正清他自己的親侄子 一起帶著國營企業的 這些勞董們 或者是一些高官們 跑去印尼幹什麼 真的很起人疑鬥 而且是外交部 自己的公文流出來說 可能越過了 某一些外交部的聯絡人 而去做一些 自己謀求私利的事情 在我們新聞大白話的節目 也討論 算是前輩 他們在邵康哥的節目裡有稍微批判了一下 結果我們的前總統府秘書長 蘇嘉全要告他今天開庭 前兩天 昨天開庭 其實昨天開庭 那葉慶元當庭就罵他可恥 可恥 聽說蘇嘉全前副秘書長 非常生氣 氣到發抖 因為整個庭訊是屬於人別訓問 然後庭完第一次開庭 那也會有一點點簡單的攻防 他就是問到說 那個時候 那你這個有沒有去執行這樣子的任務 那蘇嘉全認為說 你那一句話謀求私利 是一個爭點 那所謂法律攻防上 這個叫爭點 爭議點 爭議在哪裡 所以今天才會來這裡 所以他們說 針對那個爭議點 爭議點就是什麼 剛剛前子講的 謀求私利 那可是對於蘇嘉全來講 我是帶著所有的團隊到印尼 不管我有沒有跟那邊的代表處 說我要來幹嘛 我要見誰你幫我安排 他是沒有做這個動作 因為印尼的代表處認為說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尤其院長這麼高的 院長都來了 你來應該要告訴我們 我們送上去的公文 然後你要拜訪誰 這是公的部分 對不對 因為你是代表公的來 國家 但是你來 卻沒有告訴我們 那等於是你私自來 那國民黨就依據這一個 在各大節目說 那你不是因為公的來 那你就是因為私的來 所以他會說謀求私利 今天在法庭上的 公防的爭點就是這一個 那個爭議點就是 我確實認為 你不是告訴代表處的人 我來了 那你不是私自來 那你是為了什麼來 可是蘇嘉全認為說 我就是公的 我代表立法院 代表所有的國營企業 我來這邊做的就是公共的事務 我來這邊拜訪印尼的商 商會 然後來尋求合作的可能 那我只是沒有透過代表處 幫我引建 那我何來不是公 我本來就是公 所以爭點非常的清楚 就是公跟私的問題 可是主要是一口氣求償200萬 是 我們的前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要提告求償200萬元 到底有沒有拿國家的資源來謀求私利呢 好久不見的蘇前院長今天露臉來聽聽看 已經交給法院來省理 我想事實就會很清楚的呈現 所以我們要求法官能夠喊請外交部以及經濟部 說明過去三年國家的利益受到什麼損害 我們謀取了什麼失利 讓政據來說話 看他們是不是故意抹黑 相信皇官會做人客觀的人做一個這樣 剛剛有志第一個時間的反應就是說 怎麼變成這樣 穿成這樣 他戴了一個像是類似鴨舌帽 還是獵帽那樣的帽子 然後戴著口罩 然後看起來就是 如果你在外頭走路 如果有人像蘇前院長這樣跟我擦上個鍋 我可能認不出來 對 因為他是出庭 那在這個庭上的工房 其實蠻精彩的 那可以看到說蘇前院長 他現在蠻低調的 從他的職子 蘇正清的事情東窗事發之後 跟SOGO案相關的弊案 一連串的被舉報了之後 蘇前院長離開了總統府 現在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那這一次是 因為他的案子在庭上工房 所以他出現了 可以說很多人都說 看他 眼看他起高樓 眼看他樓塌了 過去蘇正清一家 過去蘇嘉全一家在屏東這裡 化醉了更多 現在感覺好像樓塌了 對 所以蘇嘉全院長 他會特別的小心翼翼 我覺得那也是正常的 他想要捍衛自己的名稱 我也覺得是正常的 只是在法庭的工房上 一定會有一個對跟錯 既然蘇嘉全提告 就是認為說 他自己本身權益受損 他被某一些言論所害 那這言論就是我剛剛講的 謀取私利 可是依照我以前 因為他跑來 他是曾經當過內政部部長 內政部因為管警政署 我們常常去內政委員會 蘇嘉全的為人 確實是對自己很小心 他對自己的名譽非常保護的人 尤其他的妻子是警察出身 所以他對於法治 其實他守得還滿嚴謹的 所以如果有人指控他 謀取私利 我這樣他一定會跳起來 可是對於這整件事情 是不是謀取私利 在法庭上工房就有徵典了 尤其蘇正清後來 爆出一連串的弊案 收購案 他介入 這些案子也會影響到什麼 法官新政 因為法官會認為說 你整個這個家族 因為如果國民黨當時 因為原文可能要再拿出來看 是你整個蘇嘉人謀取私利 還是說這個團謀取私利 還是蘇嘉全本人你謀取私利 這個私代表很多 因為只要不是國家就是私 那是你蘇嘉全的私利 還是蘇嘉人的私利 還是你整個民進黨的私利 究竟這個私是代表什麼 我覺得法庭上 一定有很大的工法 所以那時候還在調出來 可是蘇嘉全他的主張也很清楚 你告訴我謀取私利 那就是害公 那叫以私 害公 那我到底害了什麼 經濟部你調出來 我這幾年我蘇嘉全 有沒有因為我當院長 到了印尼訪查到哪邊 哪一個地方利益被我害了 我帶的是國營企業 大家去尋求合作的可能 那經濟部你損失了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場工房 應該很精彩 可是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自己的說法 尤其葉勳元他是什麼 律師 律師出身 他對於他自己的講話 他自己清清楚楚 哪邊能攻 哪邊能防 所以他在法庭裡頭 因為畸辯兩個小時 他就非常的生氣 當庭罵蘇嘉全 你這樣子以私害公 而且以送指棒 他主要是這兩點 以送指棒 送你心送你告我 要讓外界對你的毀謗的言辭 消滅於無形 所以這個葉慶元其實也蠻強勢的 這個在法庭上 雙方疾病了兩個小時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根據現場人士的描述 蘇嘉全當場氣到 整個在椅子上都抖來抖去 非常生氣 可能真的是氣到發抖 非常生氣 揚言要追加提告加重毀謗 這個在法庭上是非常正常的 有時候情緒上的發言 從來會有一個加重誹謗的 這個致訴 可是葉慶元主要也是針對說 你自己以私害公 甚至說以送指棒 他認為 剛剛講的就是蘇嘉全的部分 蘇嘉全自己的想法 但是在國民黨這邊 尤其葉慶元他自己就是律師 然後他認為說 蘇嘉全 你其實在我們講出這些話之後 你已經做了澄清了 你還做了非常多的方式來溝通了 你也溝通了 你可以再藉由媒體 或導證自己的視聽 我沒有說你有任何自己私利的可能 我只是說你以私害公 如果你這樣子以送指棒 你是可恥 對律師來講 因為他是律師性格 他覺得你動不動用這個方式 來叫我們不准 放心 我們會繼續 就是動不動就告人 動不動就說 好 你等著我告你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我們是要探討事實的本質 我們可能是要做監督的工作 你動不動就告我們 那這樣是不是大家都不敢 對 發出任何的議論 或是發出任何的評論 所以這個葉慶元說 這個蘇振興 早就已經承認這個電位是真的 他也承認只是日期錯置 那既然是真的 你就是有濫權的嫌疑 蘇嘉全這個濫訴 他濫訴提告 明顯就是要窒息 對於其操守的檢驗 畢竟你拿的是公路 畢竟你受到國家 或者是總統這麼重大的委託 你可能要對你自己的操守 各方面要更嚴謹 或是更高的規格來對待 或是自律 那蘇嘉全當然是說 他是他 我是我 雖然我們兩個都姓蘇 雖然他是我的親侄子 可是他是他 我是我 大家不要一概而論 把我們兩個都攔作會 那其實這個蘇嘉全告的 不只是葉慶元 或者是說像是陳鳳馨 那包括了 你可以看到羅志強 他在他臉書上面 也特別提到了說 蘇嘉全 蘇正清 謝長廷 謝志偉 這四大金剛 他認為他的說法是四大打手 羅的說法是四大打手 一起上把 因為畢竟其實羅志強 強哥 戰神 就是救世強 他常常就是對一些綠營 可能的這些刑機 或者是有可能的弊案 是完完全全的 這個不假辭色 他認為說 這個包括了 駐日代表謝長廷 駐日代表謝志偉 來圍攻他 並且要來跟他這個 包括提告 開價一百萬所賠 那前總統副秘書長 前總統副秘書長 蘇嘉全 我們剛剛提到的蘇前院長 也向羅志強 還有幾位朋友提告 他說蘇嘉全更狠 要開價兩百萬 來鎖場 這個案子可能還沒有成案嗎 為什麼 好像他也沒有出庭 我想羅志強 應該是指的是說 整個案子 蘇嘉全提告求償兩百萬元 其實這四個人告羅志強 應該分別是不同的案子 其實羅志強這個人 也不是省油的燈 你去看他的YouTubeYT 你就知道 他的稱號是什麼 戰神救世強 所以你惹到戰神 他也沒跟你客氣 當然葉慶元他的想法說 你蘇嘉全以送指棒完全濫訴 濫訴提告 對於戰神來講 你要控制我 你要窒息我 我們答案那麼簡單 說戰神 戰神道 戰神就是強 現在就在我們的線上 強哥你好 志強好 主持人友志 還有我們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強哥你昨天 你有看到這個蘇嘉全 他出庭了 親自到台北地方法院出庭 他也撂下了一些話 他也好像非常的生氣 那你說以棒指送這件 以送指棒 對不起 以送指棒這件事情 他說他還要繼續再做下去 您的評價是什麼 第一個其實我覺得 蘇嘉全完全搞錯對象了 因為我們的所有評論的基礎 就是來自於外交部的這份電文 所以其實蘇嘉全要告 就去告外交部 那你要去澄清你的清白 也很簡單 就是你叫外交部出來 把電文量出來 如果電文量出來裡面的話 如果確實是外交部電文裡面講的 那你到底在告什麼 因為我們都有所本 如果外交部沒有這份 電文上沒有這些話的話 當然你要去告大家所謂的誹謗 那才有成立的基礎 可是我覺得基本上蘇嘉全也好 謝長廷也好 其實真正的重點也不是 是在告這件事 他其實也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去騷擾 你像謝長廷 我覺得謝長廷跟蘇嘉全兩個蠻有默契的 就是上個禮拜我就同時接到兩份訴狀 一個是謝長廷要告我 一個是蘇嘉全要告我 然後加上謝志偉又是從德國隔空 射了一個扣紅帽的飛彈在打我 包括前面蘇正清也說要告我 所以我最近的生意還蠻好的 到處都是有人要再來打我 可是我剛剛就講 不管是蘇嘉全跟謝長廷 其實他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像謝長廷兩年前的一個舊案 拖到兩年後才來告 那擺明就在騷擾我 他也是很認真在告 就是拿這個東西 第一個要我花律師費 我又不像他們荷包這麼深 口袋這麼深 還可以當駐日代表 去領高官的薪水 一個是前總統府副秘書長 所以他用訴訟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騷擾我 就是消耗我的時間跟體力 第二個就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要用訴訟費來消耗我 第三個就是說他也在賭 因為你說司法最後判決結果是如何 說真的誰知道 我舉一個最近的案例 其實坦白講我是覺得蠻離譜的 就是也是謝長廷去告 那個前外交部長歐宏烈 大家記得嗎 歐宏烈他是根據家屬說 謝長廷曾經說過 他的先生得憂鬱症 然後歐宏烈拿這件事情來評論 最後法院是說歐宏烈沒有合理查證 那其實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蘇啟成的最親的最有權威的 所謂的那個消息來源 就是他的家人 他家人都說有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歐宏烈去引述他家人的說法 最後還被判所謂的這個敗訴 所以這就是謝長廷跟蘇嘉全的打的算盤 就是說你到最後司法判決怎麼樣 永遠不知道 就像說今天講白了蘇嘉全的案子 所有的本事來自於電文案 大家去看我的記者會裡面 我是一字一句的完全引述電文裡面的說法 那如果你要告我的話 那就是外交部的電文在非報你來 他們其實就是擾亂你的心智 讓你不管是荷包 身心 時間都遭到很大的侵害 你覺得他們這個戰術是有用的嗎 你會因此而退縮嗎 退縮是不會 但騷擾確實有點功效 拜託我還得看樹狀 那不用花我時間 我每天已經累得要死 又接頭演講 然後又是經營自媒體 然後對很多時事要發表意見 你看光這三天 我大概沒什麼時事可以評論 我光去整理他們的樹狀 然後要去應付他們 就已經很費工夫 那何況都還沒開庭 等到開庭以後 就很多的一些更多的事情 但是我要講說沒在怕的原因是什麼 事實上第一個 謝洋婷告我 那我就說很歡迎你告 為什麼你告我那很簡單 既然你既然要告我的話 那你要負責任 所以我請你到法院來對職 那是誰在當時關係機場風波 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是在究責現場 你還記不記得 謝洋婷那時候發生關係機場風波 他在幹什麼 他在臉書罵在野黨 大家說你的駐日代表涉入本國政爭 但是關係機場風波 才是你該關心的事情 所以所有的人在就責的是謝長廷 什麼時候開始就責大阪出 就是因為謝長廷他說了一句名言 他說大阪如果有錯 大阪要道歉 這句話一講 你會包括說楊慧如 他的愛將養的網軍IDCC 在PTT上帶風向 包括民進黨的蔡世英立委 就開始說大阪要負責 所以很多壓力 現在就進到大阪處了 所以這點件事情 我的文章評論源頭是 那謝洋婷為什麼當初要講這句話 那好 謝洋婷你告我 所以我將來我出庭 我要叫法院傳他 就問蔡翔婷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一般這種法庭上的誹謗告訴 第一個就是要有所本 第二個是可受公平 我請問一下你這個電文 你們是怎麼來的 當然我知道你消息來源 不太可能完全透露 怎麼來的 你有沒有把握 第二 民進黨一口氣派出這四個 不是院長級的就是曾經選過總統的 對 高手中的高手 還四個人打你一個 是不是對你忌憚 你有什麼好讓人家怕的 其實我前不久才接到一個 在政府裡面的朋友 他當然就是關心我 他跟我講說 他說你知道 說你是在民進黨政府的大數據資料庫裡面 殺傷力最大的 所以叫我要小心一點 大家集中火力打你 他說會開始打我 結果上個禮拜 我們看這個禮拜 短短一個禮拜四大天王全部出手 其實不只四大天王 我現在買一個梗 因為我明天可能會公布第五大天王 那是殺手劍 明天我要公布 所以你會發現不約兒童全部來射箭 我只能說那個朋友是神機妙算 他才講完真的就全部都出籠 可是我要講電文的這個事情 我們要怎麼講 坦白講說確實面臨一個掙扎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也問過一些人 我們那個格式它是對的 就是電文的格式是對的 內容裡面有一些部分 其實跟我們有些時事是 可以勾連的上的 可是我們說真的 我沒有辦法去直接拿到 外交部裡面的 直接拿到電文 所以當初我們在接入電文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在想說 我們認為這個成真的可能性非常大 可是我們就是請外交部幫我證實這件事 所以外交部拿出來說 這個是拿到的一個資料 外交部來告訴我到底有沒有這件事 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件事就代表是只需烏有 但如果有的話你就出來告訴我們 可是實際上我也沒有權力要求 外交部拿電文出來 所以因此第二件 當蘇嘉全告我的時候 其實我也謝謝他為什麼 因為外交部最後跟我們 繞了一句話是什麼 他說不證實真偉 媒體的報導引述外交部裡面的消息說 電文為真日期勿散 就是說那個電文上面日期打錯 但是電文本身是真的 那很好你今天外交部不願意出來證實 那代表你作者心虛 那沒關係 我羅志強沒有能力 要你外交部拿電文出來 志強因為我們要進廣告了 我們等一下回來再繼續 謝謝你 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看 我們集中的網站 即使 詞